所以最终的考到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能不能给我们 现在正在准备考试的考鸭们 做一些这个建议 或者是你觉得 比较有效的这种训练方法 OK 好的 那么我就觉得说总结下来吧 拿到八分哈 说句实在话 就可能大家 就是在这边 可能给大家呼吁一下 就是不要被自己的 就是看到的东西所打倒 因为就在小红书上面呀 或者说各大的这些平台上面 大家会去看到很多手考 然后口语考8考9 然后甚至就8.5这些 然后就觉得说 为什么人家能考到我考不到 但是就说句大白话 它能放得上去的 它一定都是很高的分数的 但是它是茫茫人海中 我们来讲概率的话 非常少的 所以我觉得八分 它不是一个轻松的 那更不用说九分 但是只要你去努力 只要你去就是说 好好的备考 那么一定是会拿到一个 根据你自身水平来讲 满意的答案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备考当中呢 还是自己积累了很多 可圈可点的经验 以及说方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运用起来 帮助到 那么我觉得就是第一点 练习更读 更读是一个最佳的方式 就是它练到的是你的 fluency跟pronunciation 然后而且顺带你的听力 也会得到一定的提高 就当你把嘴巴练顺了 耳朵磨好了 你自然说起来就有信心了 对吧 我基本上保持的是 每天会更读15到30分钟 就哪怕是现在 这是自己你每天的一个 daily routine 你会去做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说可能 现在就是pandemic情况之下 大家说英文的机会可能更少了 基本没有 都在一个中文环境 或者说有的时候 可能独居的小伙伴们 连话都说不上 那么更读的话 其实我觉得第一 你就当一个小浅吧 对吧 然后去打磨一下时间 然后同样的话 也能练一练自己 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native speaker 那么一门外语来讲的话 最佳的练习方式 就是反反复复的去更读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一个月下来 你会发现有惊喜 然后第二的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积累话题词汇 这个topic vocabulary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因为我记得在考试的时候 就是考场当中的时候 当我说出来一些词汇 在part 1和part 3的时候 考官的这个面部表情啊 就立马的不同 就是他可能有些考官是皱眉 想说你居然知道这种词 那有些考官就是 他可能会表现的比较obvious 明显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话题词汇 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 还是我刚刚那句话 体现你的水平 因为他雅思是一门语言技能的测试 他看到的是你的水平怎么样子 你的技能是怎么样子的 Language skill嘛 所以说我觉得能不断的抛出 让考官经验的词汇 那么分数相对 他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分数 比如说是比如说famous person 然后描述一个famous person 你就上来就说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celebrity 就是他就 嗯对对对 你就他就想听这种词是吧 嗯对对 就是诸如此类的 然后呃就等于说 我从备考时期 如果要讲就是单词积累量的话 如果时间够的同学的话 那么你每天去备个十个呀 这些是可以的 那么你如果说时间不大够 那么的话就是两三个左右 我觉得也挺好 就是看自己吸收能力嘛 我基本上的话 是每天都会至少三个单词啊 就minimum三个单词 那多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多了 然后积少成多的话 同样的跟跟读是一样的 一个月下来 你会发现 哇我自己的英文上了一个台阶呢 是真的就不是夸张 drama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你会发现自己说话 无意识的就高级起来了 嗯对 好的就是 其实学英语呢 要有一定的自我肯定 而且呢 对 如果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变得更好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暗示 对 在咱们整个学习 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 还是任何的东西 都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要去自我肯定 就是人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备考的时候 说人可能说 大来就是说我们备考的时候 你可能是在一个自我肯定 然后自我否定 一个交换的模式中 去备考的 但是一定要去肯定自己 因为你要相信自己 你才会有一个motivation 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就是说 在练习的时候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去多录音 像我们口语的话 你录音中能听出很多问题 不管是你的语法 你的发音 或者说你的逻辑 以及你的内容保不保满 你的故事听上去 是不是很空洞 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录音当中 你自己能去发现的 然后第二的话呢 就是你要去push自己 用高级的替换词 就可以用高级的 就不要去用basic的这种 然后比如说beautiful 你能够去用 比如说picture risk 那么你就不要去用beautiful 你去养成一个惯性 习惯成自然 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就用这些高级词汇 那么在考场上的时候 你的大脑记忆 会让你自然而然的 就用出这些好的词汇 而不是说在考场上面临场发挥 然后更改词汇 然后在那想词汇 造成了不必要的停顿 就因为停 对 因为我觉得停顿的话 也会给你自己造成一个 就是说可能思路上的打断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考场上的时候 要学会随机应变吧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说起来很难 但是其实也是能去做到的 比如说遇到你自己不熟悉的题目 或者说 你没有怎么去准备好的题目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尽快的把自己有的素材呀 或者说准备过的东西 去往这个上面靠 然后把就是 怎么讲的 把东西往自己熟悉的领域去拉近 掌握这个主动权吧 然后临场反应也是至剩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你让考官 就是有一个感觉是 这个东西我不是 不会说 我只是暂时可能说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但不代表我语言能力有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就是被考的时候就开始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 就告诉自己 自己考案上会出现的情况千千万万种 那不光是口语 那听力阅读写作都有可能 我觉得需要做的事情是心态的调整 化险为一 而不是要去紧张逃避放弃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被考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了 太好了 非常非常的全面 感谢Misty的这个分享 然后现在Misty同学现在已经变成了咱们的Misty老师了 然后呢 近期了 跟大家去做一个广告吧 就是什么时间你会给大家去做一个免费的口语的训练呢 就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呢 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在举行一个叫做口语特训营 口语特训营的话 就是我们的里面都涉及的是part one part two的口语真题 而且我们这个真题呢 是全球适用 不许说只是北美啊 那可能是有小伙伴说 我在中国 我在其他国家 那么是一样的 就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做brainstorm 然后会给大家一些topic vocabulary 全部都是干货 然后同样的在练习过程中 然后老师都会来告诉你你哪一些方面 因为我们有四个criteria 对吧 就是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 然后fluency and coherence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pronunciation 第四个就是我最喜欢的lexical 对 lexical resource use of vocabularies 然后就是我定期的也会给大家再分享一些 就是可能比较冷门的 但是还挺好用的一些词汇 然后同时呢 对大家part two方面的这个逻辑上 coherence这边 像比如说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我没有素材这些 然后都会去帮助大家解答 没错 missy老师本身是在英国留学 英国人本身用的词就比北美这边要高级一些 然后呢 本身自己又特别喜欢去积累这种高级词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她的分享课 每周二周四的晚上 九点多伦多时间 那国内的就是九点的早上 温哥华就是下午的六点 那这个时候呢 missy老师会跟我们去分享亚斯扣语的特训营 呃 临走之前吧 missy老师教给大家 那个最长的全世界最难的词 再跟我们认两遍 就是这个词哈 它表的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然后车见就不要到台了 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super gal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super gal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super gal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delicious super gal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它其实是一个呃 它有典故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Google一下YouTube 然后也可以去搜一下 就是它的腔调的话 真实的 它在那个就是 它等于有点像一个小的舞台剧 然后这一句它就是 super gal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就是非常 对对对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每天早上 可能如果你跟读啊 练习口语啊 顺顺口 就像我们的绕口令一样的 你多说句便 你会发现 哎呦我自己好像嘴巴挺顺的 super gal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然后最后呢 也是希望 同学们都能尽快上岸 然后远离雅思苦海 对吧 相信自己 就是只要付出 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机会跟成功呢 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然后就是最后也呼吁一下大家 就是我们每周二 每周四的这个特训营 也是为了帮助大家的 然后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来参加 然后同样觉得需要 进一步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联系 我们的小客服 然后咨询更多的付费内容 好嘞 最后有一个有奖敬达 猜出来 Misty老师是 在哪个城市长大的同学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在哪个城市长大的 在哪个城市长大的 我们可以在哪个城市长大的 在哪个城市长大的 在哪个城市长大的